據人民日報海外網5月8日報導 一則阿塞拜疆總統阿里耶夫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的視頻在網路走紅 視頻中BBC記者一再詢問阿里耶夫 阿塞拜疆是否有新聞自由 阿里耶夫應答自如 隨後轉手圍攻 訪問記者如何看待阿桑奇的遭遇 你覺得他們不存在嗎?為甚麼你認為那些人在阿塞拜疆 不存在自由的媒體和抗議? 因為這是我所說的透明媒體的資料在這附附近 很多媒體的資料 告訴我哪些資料 我當然不可以名媒體 如果你不可以名媒體,那就是你只是在研究這些故事 而且數量的網友在阿塞拜疆是超過80% 你可想想規定的限制媒體在這附附近 你如何看待阿塞拜疆的資料在這附附近阿塞拜疆 這是你的國家的自由媒體在這附附近嗎? 我們不在這裡討論我的國家 我們不在這裡討論 我們不在這裡討論阿里耶夫 我們不在這裡討論阿里耶夫 不在這裡討論阿里耶夫說 阿里耶夫不在這裡有自由媒體 BBC美女記者顯然沒有準備 還試圖轉移話題 但阿里耶夫仍繼續反擊 還表示記者的口氣就向檢察官 BBC美女記者啞口無言 變成了一個笑話 由於BBC經常帶著偏見報導中國新聞 被網友稱用陰箭濾鏡看中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曾多次依據客觀事實 被其嚴厲披駁 中国外交部發言的人指揮 臨航 搭ë駁